读完史记,土耳其大肆宣扬,我们陆军有2000年历史,一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亡,土耳其的领土一下子缩水了90%由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,变为一个普通的单一民族国家。 为了提振民气建立对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认同感,国父凯默尔进行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发明历史的运动简而言之,凯默尔的历史观就是土耳其是人类的起源,是文明的制造者。 为了证明这一点,土耳其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震爹行动匈奴、鲜卑、柔软、突厥等曾经盘踞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,纷纷成了土耳其人的祖先。 我们在此引用尼夏凯默尔的洋语伊南1929年的发言,人类最高级的文明和种族,国家是源自中亚的土耳其人,中国之文明的奠基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布达米亚。 伊朗七千多年前出现的苏美尔人,阿卡德人实际上就是土耳其人,埃及的三角洲土著,创建了埃及文明的人是土耳其人,安纳托利亚最初和真正的主人是被称为赫提人的土耳其人。 在凯默尔的计划里,土耳其军人应该在国家世俗化运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,所以必须千方百计的提升军人的地位。 然而,如何才能显著提升军人的地位呢? 于是土耳其捧起了我们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,史记土耳其人读完,史记修奴列传,突然大为兴奋。 原来我们土耳其陆军已经建军2000多年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在公元前209年,匈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当时,还是王子的冒断禅于。 为了夺取匈奴大权,开始营建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,并且规定只要自己的建设向哪里布下,必须跟从否则格杀物论。 为了考验自己布下的忠诚冒断禅于,突然向自己的爱马射箭事后,冒断禅于找出没有射箭的布下,并将之残酷处死。 此后,冒断禅于在一次围裂行动中,又突然向自己的爱剑射箭。 有许多清兵不敢向女主人射箭事后,又被冒断禅于处死之后,冒断禅于与父亲投曼禅于,一起打猎。 在围裂正憨之时,冒断禅于,突然向自己父亲房间,他身后的布下也见发如雨,在杀死自己父亲后冒断禅于,成为全匈奴的大禅于,并诛杀匈奴所有不服从之人冒断禅于。 在建立自己的亲兵后,很快统一了所有游牧民族,并用强大的兵力迫使汉朝采取核期政策土耳其陆军军徽。 注意这个209对于这段记载土耳其人兴奋及了民族精神大大提振。 土耳其人还专门把209这个数字写入陆军的军徽之上,显示自己的军队是公元前209年。 建立的此后土耳其人,还声称从匈奴到突厥。 土耳其的祖先屡次吊打中国人,长城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而修建的丝毫不顾匈奴。 仍然,突厥都曾被中原政权击溃的事实。 土耳其人发明历史是毫无下限的1969年。 一位名叫阿提布·乌兹别克·奥克·奥克伯德克的作家出版了土耳其总统应隐含的意义在这本书里。 他主张土耳其总统应总统齐上面的16个星星,是土耳其历史上16个伟大的帝国的象征。 他还列出了这些帝国的名单。 土耳其总统在接见外国客人时,专门派出16名穿着各种甲册的士兵,用以代表土耳其的16大帝国来显示土耳其悠久的历史。 实际上很多国家为了提振民气都有发明历史的举动。 但是像土耳其这么夸张的似乎只有东陵韩国人这么做。 怪不得韩国人一直说,土耳其是我们的兄弟民族。 有种人的阴调和声道,土耳其总统应该有一种对签的声音。 对签的声音。 对签的声音。 感谢观看